歡迎來到Yogi爸爸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要講解的是一般Physics裡面的Friction和Walk的問題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題目 題目說的是一個 有一個人在超市裡面推著推車 然後呢,他有推一個角度 然後這個推車 他移動在什麼 Constant Speed 這句話很重要 這句話代表什麼呢? 代表Netforce Staying 對不對? 那代表你推的力量就等於他的Friction 好,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問題是說 Fight the walk down by the Sharper As the move down a 50m length 他問你他的推的力量做了多少Walk 那首先我們就要先搞清楚他的推力是多大 然後我們都知道Walk的公司是什麼 Force 乘上Distance 對不對? 好,那這邊呢 我們先來把這個推車的概念先把它畫出來 好,這個推車他說這樣子 然後呢 他說這個 Angle 20 feet down from the horizontal 所以是你看25 feet down 所以我在這邊這樣畫 好,這樣是25 degree 說錯 好,那我們都知道 Walk跟Distance它必須是平行的才能做工 否則的話它會有什麼呢? 它如果有Angle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做一個分解 對不對? 那這個Force的分解會分解成什麼呢? 好,那如果各位同學這邊不好看懂 我們把這條延伸到 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 好,那25度對不對? 所以它Horizontal的力量就等於什麼? 等於F cos 25度 然後再乘上Distance是50 這樣就做出來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剩下就按G&G的功夫了 好,那第二個問題 What is the network down on the cart? Why? 那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一開始講過 這是一個Constant Speed的題目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的Netforce怎樣? Netforce 沒錯 Netforce 等於0 那既然Netforce等於0 它有辦法做Work嗎? 當然是沒有啊 對不對? 好,所以 第二題就這樣子 那第三小題呢 它說 The Sharper goes down the next aisle 然後它不是用斜的推 它改用水平的推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應該怎麼去看呢? 好,你看斜的推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到 這個 在原來的是不是 它本來就有一個MG往下 然後它斜的推 是不是有一個往下的Force 所以還有一個什麼 F-Side C-D 所以它的Normal Force怎麼多大? 它的Normal Force N 所以N等於 MG加F-Side C-D 那假設它現在用水平推以後 它往下還是MG 它往上的Normal Force呢 編多少呢? 我們用M' M' 是等於MG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知道F-Side C-D 怎麼算? F-Side C-D F-Side C-D 那你可以看到斜斜的往下推 它的Normal Force 比這個沒有斜斜的往下推 因為我們就知道 這個F-Side C-D 是大於0的嘛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肯定 N大於N' 所以它變成水平推的時候呢 它變成水平推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 它 Apply 那個 smaller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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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ide C-D 那一樣 What about the Walk down on the cart by the shopper 我們一樣就是 Walk 等於Force 乘上Distance 就可以了 那這一題解題到這邊 到最後一天